没想到今天竟然下雨了 没有想到今天竟然会下一天的雨 现在我得去外面把那个车子包给它盖一下 防雨帐 地全部都湿了 上面必须盖个雨布啊 把它一夹就行了 四个角都弄一下 刚刚把防雨措施全部给它弄上了 这样的话上面不会漏雨了 这样一盖里面就必须打灯了 就很黑啊 里面的话也必须给大家调整一下 没有注意到啊 昨天忘了看天区一半了 先把东西移到这边 把这边铺好 再把东西拿到这边 后面一半再铺起来 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行 还可以啊 还可以 位置给它排好一点 不好移动啊 东西的话全部拿过来 好给你铺 西纸防潮垫给它铺好了 这个防雨措施就没问题了 万万没想到耶 今天竟然下一整天的雨 我们只能在这个帐篷里面待一天了 早上下雨的时候醒了 迷迷糊糊又睡着了 下了好几个小时了 哇都是水了 外面已变成河 这个水怎么流不走呢 我就很奇怪了 看一下 这都是水 但是还好 有这个防潮垫的话 这上面还是干的 准备去上个厕所 然后洗个脸刷个盐 顺便吃个饭吧 饿死了 现在中午的11点了 在帐篷里面把鞋子穿一样 哇全部都是水呀 哇全部都是水呀 大 vessel 我Ser of the sea 莓寶 无法能返ieme SUB 我就是フ這些人 清楚中午的土田 或者難免 那都是很暗吗 其实你可以最短的名字 不知道什么情况 先刷个羊 早知道我应该搭在这里 这里一点水都没有 那里成了一个水池了 只能先这样了 我先出去吃个饭 买瓶水回来 今天下雨也降温了 只有几度 三到十度 最低温度三度 现在是八度 有点冷啊 感觉 一直下 我去 出帐篷走了几步 我的脚已经湿光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脚中间通了一个大洞 虽然这个水底比较厚 没有露出脚来 但是 精水啊 这边有一个生活超市 等一下过来买水 现在走到人家小区里来了 从这里穿过去 到小区的另一面 对面还在建房子 好像就在小区门口 在这边 有一家牛肉面 看着什么 怎么样 有点 就在家中 那些东西 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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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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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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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鸡蛋播出来 这个雨说大吧也不大 说小吧也不小 终于 就从早上大概六点多吧 一直下到现在 然后一直要下到晚上 这边下雨应该挺少的 现在去前面的超市买点物资 哎哎怎么还有个小孩 来 这边下雨应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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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块鸭山 往后半个 一千块鸭山 一千块鸭山 往后半个 两千块鸭 十一块九 送少几个 lesion的一二三个 哎呀好奇怪啊 手 bundest 送少几个 一千块鸭山 四千块鸭山 两千块鸭山 一千块鸭山 11块九 送少几个 这边没有1.5升的水吗 1.5升的水 就是矿泉水 这种瓶子的 大瓶就是 1.5升的矿泉水 好像没看到 这都是4.5升 1.5升的 没想到这么大一个超市 竟然没有矿泉水 还卖矿泉水 只卖这种百岁沙 而且没有大瓶的 都是小瓶的 对面有一家小商店 应该有 在这里买到了 1块钱1瓶的矿泉水 然后我们现在回去了 外面还是要有点冷 在大超市买了一点纸 然后一点饼干 回来了回来了 哇 这水太重了 雨下的还是有点大 就看一下这个水 我都浮了 我刚好搭载了这个水坑 对吧 哎 脚全部湿掉了 这个 鞋子通了一个大洞 先把袜子脱下来了 脚湿一点 一会儿就干了 挖走的话 先放着 我这个鞋子还不能放外面 放外面明天就穿不了了 都是水 我拿了一个塑料袋 然后放到塑料袋 我放到帐篷里面 饭也吃过了 水也买回来了 就在这里面休息 不出去了 出去了就容易淋湿 这个水喝起来都冰凉的 两点三十五了 休息了一会儿 雨终于是停了 但是我这里还是被水淹了呀 这个水 哎呀没办法 停了也好吧 没想到停了一会儿 又下大了 雨下的不像早上的那么大了 但是也还在下 还好 我这边搭帐篷的这个地方 还算高一点 这边没什么水 就是出帐篷门这里 现在是变成了一个水坑啊 所以的话帐篷里面应该还行 这边也是 这边还算蛮干的 就是这个门口这里 出来的地方 确实是太多水了 啊 起床了 外面好热闹啊 有在唱歌 现在终于不下雨了 昨天晚上已经过去看了 今天晚上就不过去了 看一下这个天空 还是乌云密布的 晚上就简简单单吃一点 填饱肚子就行了 灯已经全部亮了 简单吃上一个猪脚饭 好冷啊 我还穿着拖鞋 下雨鞋子都湿了 赶紧到帐篷里面吃饭了 吃饭吃饭 真没想到啊 前两天这么热 今天这么暖 龙江猪脚饭 一个双拼啊 然后加一个火山食烤肠 今天的话也是哪里都没去 真的 就在这里躺了一天 睡了一天 早上睡了一次 下午又睡了一次 这个睡眠方式补充足了 前两天都睡得太少 基本上凌晨睡觉 然后早上六七点就醒了 这是咸菜 这个火山食烤肠 可以 进进漫漫的时候雨停了 我也没有去买菜了 太湿了外面 吃完饭休息了一会 看一下这里还是湿的 准备睡觉了 明天早上去看李家龙宫 完了 哎呀又下大雨 什么情况 现在八点钟 又给我干一天雨 完了 哎呀 今天又走不了了 怎么会呢 今天怎么会下雨 昨天明明看的是今天没有雨啊 现在雨稍微停了一会儿 看一下这个乌云 哦 哦 又能听到雨地声了 要连续在这里待两天了 嗯 这个大西北的天气 确实是变化莫测 我以为到达甘肃西北这边 一直以来我的印象是这边 比较少下雨啊 因为都说这边缺水吗 他要是天天下雨怎么可能缺水吗 但是没想到 前两天太阳很大 属于我的预想 但是昨天跟今天 竟然连续下了这么大的雨 咱们都淹掉了 哎呀 确实没想到 但是对于本地这些 就是说 比方说种田啊 是有好处的 因为像我 刚来的那天 还能看到就是说 呃 绿化带呀那些树啊 全部都是在浇水 这两天就不用浇了 这两天水分充足啊 哎呀 没办法下雨的话 我是休息 安心在这里待着吧 没办法 下雨的话 走不了啊 走不了 过两天 出发 去 定西吧 不着急啊 慢慢走吧 天气问题 不是我们的原因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